一天能有八个小时最好 那个效果就非常明显 从哪里入门呢 可以从听光碟入门 蔡黎旭讲的弟子贵 四十个小时 一天停六个小时 一个星期停一遍 一个月停四遍 十个月停四十遍 至少要十个月 一门深入常识熏修 你才真正把他的圣人东西 变成自己的 一遍连遍说 没用处 救不了你自己 一口气是你停十个月的话 你就得度了 学东西要这样学法 一门深入常识熏修 一天不能少过六个小时 怎么要把这个时间抽出来 我听专心听 不要有任何人打交 弟子贵 听完十遍 一遍四十个小时 停干一遍 我们都有广跌 听识善业道 都像这个方法 这三样东西 再加一个了凡四穴 四样东西 用多少时间呢 三年 三年完成 三年 把什么东西都放下 除念佛之外 早晚课 念一遍弥陀金 念阿弥陀佛 这叫咋根呢 这三年下来说 根深蒂固 你念佛能不能往生 肯定往生 为什么 你确确实实 是经典上所说的 那个标准 善男子善女人 你真做到了 真是善男子善女人 这四门东西 三年完成 要不从这上做呢 那你就不能咋根 你要想把一死地心 再把它复苏起来 那不容易 有了根 然后无论是儒是道 是佛 或者是其他宗教 你有一种信仰 你能够在一部经典上 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 十年 你会开悟 为什么呢 一门深入 这是持戒 常识熏修 你是在修定 有个五年六年 你得定了 七年八年 你开悟了 这业务啊 问题解决了 业务什么 通了 所有张愿没有了 全通了 然后 你要想 布兰群经 可以 任何典籍 你只要看一遍 一死全部通达 慧能大师 大家知道 没念过书的 不认识字 他开悟了 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 讲的一切经 你念给他听 他讲给你听 这真的不是假的 为什么 通了 不但佛法通了 世间法都通了 儒家的典籍 道家的典籍 你像在秦教 他没有丝毫障碍啊 为什么呢 恢复到清净心 恢复到平等心 那清净平等里头 哪有障碍呢 我这样给主书说 这个时间 十三年了 三年咋根呢 十年 不能有大物 也有小物 那小物就不得了 就非常管用了 不想 不走这条路 无路可走 这条路 只有在中国有 在外国找不到 中国人确实 得天独厚 古生鲜贤很多 身为中国人 多么幸运 我们把祖宗东西丢掉了 罪人了 全部都自己 都非常管理 没有 арт 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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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